我们现在从apartment出来去买点晚饭 发现波兰到处都是这个Zavka 应该就是他们的便利店 它是从早上6点开到晚上11点 然后7天都开 太酷了 为什么德国没有 因为我们就走过来这么几百米 已经看到两个了 现在我们准备去这个里面的一个Lidl 买点吃的 好 我们刚刚从波兰的Lidl出来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逛波兰的Lidl 其实跟德国差也差不了多少 只是感觉物价有些东西会稍微便宜一点 特别是面包 对 我们买了一些水 这个是宝宝喝的 然后买了一些方便菜 波兰的饺子我们尝试一下 后面还有我们类似于中国的饺子 亚洲的饺子 还买了坚果汤什么 还有香蕉 总共花了12.7欧 它结账的时候可以刷反正信用卡的 很神奇的是刷卡的时候 它会问你你想用欧元结账 还是想用波兰币结账 好 我们现在回去了 因为宝宝晚上睡得比较早 这次其实我们做好心理准备了 就是度假根本谈不上 就是换个地方来溜个娃 顺便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波兰周遥楼好破 这里也很破 我还觉得波兰好像他们超市里人很多 但是他们没人戴口罩 但德国有时候你会发现 它还是有些人戴口罩 但波兰感觉完全没有人戴口罩 哈喽大家好 我是酒吧 酒吧还在理东西 昨天晚上我们因为经历了 爆胎分波都很累 很早就睡觉了 然后今天一早推着宝宝 先去吃早饭 好 我们已经上车了 就要找了个吃早饭的地方 在阿北克 正是德国的一个小村 海边的 我们现在开过去 今天天不是很好 没有太阳是个阴天 所以蛮冷的 车上显示外面只有14度 好 我们开了没多久 就来到德国和波兰的边境了 这就是边境线 好 我们现在来到德国了 其实在边境波兰的一边 除了旅游纪念品商店 还有很多卖香烟的店 因为波兰的香烟非常的便宜 所以很多德国人开过来 就烟名就开过来买很多香烟 然后再开过去 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定的 你如果超过一定量 你就还是要交税的 以前德国有段时间 在严厉打击 那个边境走私香烟的事情 就是有些车里面 藏了一后备箱的香烟 这个被查到的话 会罚很多很多钱 好了 我们已经开到这个小镇 叫阿尔贝克 以前其实酒吧酒吧 就没有小酒妹的时候 来过几次啊 好多次四五次大概都住在这里 现在恍如隔世 我们大概三年 快三年没来了 这里发现已经开始大修路了 所以有点小堵车 我们过来找家店吃个早饭 好久好久没来了 这里还有家艾迪卡 我记得 我们这时候进去躲鱼 买了点饼干什么的 还来这里看过一次日出 还来这里看过一次日出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刚刚停好了车 就在海边蛮近的 这里是一块五一个小时 对于旅游景点来说还可以 我们后来选择是这家叫 永儿的北康海 快点 好了 酒妈买好了 好 我们的虎游海也来了 好了 酒妈的虎游海炒蛋也来了 好 这是我们的早饭 酒妈点了一个炒蛋配培根 然后她点了杯cappuccino 哦 她点了一杯lati macchiato 这杯要多少钱 四块五毛五 对 这有点让我们小震惊 现在涨价已经涨到 这一杯咖啡要四块五毛五 对 我一杯filter咖啡就要三块 然后酒吧还点了一个 小的甜的像snake一样 不知道几块 反正这些总共加起来是17块钱 17块一毛三 然后我们感叹物价涨得蛮厉害的 算了 旅游景点吧 总管不能和柏林比 然后这边过去就是海了 就是沙滩了 然后那边就是东海 今天天不是很暴毛 稍微有点点冷 宝宝有东西吃 就是吃她的玉米 小零食 能不用手就不用手 对 她是能不用手就不用手的人 这也倒跟我很像 我们感叹完这里的物价以后 决定明天回波兰吃早饭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波兰相同的价格 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饭 好了 我们吃完了 现在然后沿着这个海边的 泡沫拉的走一走 就是海边的沿海小道 那边就是东海 其实就隔了这个树 然后就是海滩 海滩外面就是海了 我们从后面这样绕下来了 然后酒妈要去打探一下这里的物价 因为毕竟三年没来了 鱼宝 我们记得三年前我们一直吃的鱼宝的话 是三块五 好像四块钱一个 就是一大块鱼排夹个面包 现在加一份薯条的话是卖到了八块 那单个鱼宝多少钱 四块五 还好吧 贵了五毛还是可以的 宝宝有点想睡觉了 他因为天不好 他心情也不是很好 这里是可以租Corp的 就这样一个篮子 我们以前租过一次 一天的话是十块 没找家 今天好像Corp应该一个都没有租出去 今天实在是蛮冷的 13度14度的样子 然后非常远的地方 就是大概前面谷歌看过 2.3公里左右 就是Henistoff那边的一个 深处去的地方 那个上面深得很远很远 就叫Zip Huyker Zip Huyker 船会在那里靠岸的 我们这里有个阿尔贝克的Zip Huyker 就深得比较短一点 然后那里深得很长 那边还有很多商店 对中间有很多商店 然后阿尔贝克的右手边 就是东边 那边就是波兰 那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沙滩 以前有很多活动什么的 那里造了新的酒店 利生和希尔顿 利生和希尔顿 它是贴着海造的 很贵的 三百多块钱一碗 对酒吧看我超贵 三百多欧一个碗上 这在波兰真的是很贵很贵 我们又走回了 普波兰拉的旁边都是酒店 对这些酒店也很过瘾 东海的话直接 领海的话这些酒店就会 价格会很高 基本上是两百以上一碗了 三年前我们是这样看的 我们一般三年前在德国 都是住非领海的酒店 但有些已经其实也蛮贵了 东海是很神奇的 它的价格绝对不属于地中海的酒店了 但是它的海其实没有那么的漂亮 都会喜欢的东海是一价 哦 这是四斤嘛 中国阿姨过来可能要买 还有马出 这也是卖包和衣服的哦 因为海边风实在太大了 我们两个冷死了 可是宝宝感觉怕它冷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走到里面来了 这里的一些商店 看这里在卖羽绒服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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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前面推宝宝 让他睡了一觉 等他睡些以后 我们现在开车回波兰了 要回去给他喂个午饭 我们自己去那边吃点午饭 今天天不好 实在太冷了 明天等有太阳了 再好好走走吧 回去之前九妈提议 我们来边境上这个大超市看一下 像超市啊 也有可能不是超市 至少这里右边有个超市 看一下参观一下波兰的大卖场 里面是什么样子 哦 搞错了 原来这个是超市 这个是金龟子超市 那有点像宜家吧 熟悉波兰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好 我们现在进这家金龟子超市 感觉是家中型超市 感觉跟鲤鲤也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波兰本土超市长什么样 它们好多冰柜 我们发现这个超市跟黎东蛮像的 还有好长的一条冰柜 有很多香肠 有很多饺子 哦对 还有各种各样的馒头 九妈在挑 长得像苹果一样的桃子 嘿嘿嘿 宝宝又被我们关在里面了 可怜的小宝宝 就是这种波兰的饺子 昨天酒吧酒妈吃了一盒蛮好吃的 它里面是 比如这个是肉馅的 这是加的洋葱的 比如这是加的茄子 蛮好吃的 这皮有点厚 好 酒妈说要买一盒肉的 这5块7其实就1.9吧 这样一盒 400克 这里微信马克是6.99波兰的货币 那差不多多少钱 两块钱不到点 两欧不到 波兰面粉供应充足 喜欢吃面包的酒妈要出动了 这是面包吗 还是蛋糕 这好好吃啊 看上去 我买一个这个甜面包 只要2块5毛9 2块5毛9就一欧都不到 这称风量卖了 这是24.9 1公斤 看那有多少钱 6块钱1公斤 这样一盒是8.7 哦 油 我们要买油吗 酒妈烧菜几乎不放油的 所以我们家油是用不完的 我们对油完全没有恐慌 酒妈要开始看蛋了 酒妈对蛋是非常重视的一个人 15块几 20个 你卖点买点蛋 酒妈说要买点蛋 这是鸭鸭蛋 你看 我这里有买利顿的 利顿的茶 德国没有的 利顿的 好了 我们没买多少东西 就随便逛一逛 主要那个给宝宝买点粗的纸头 然后自己卡住了点蛋糕 结账了